好 继续来关心 想要走访台湾各地的特色农村 现在用手机也会通了 水宝局把当初用来做土石流防灾的手机APP程式 应用到农村再生社区 让民众拿着手机就能尽情的玩 手机能够导航 能够上网 这已经不够稀奇 现在它还可以带着大家到特色农村应游 全新的手机APP程式 带领大家到农村再生社区 一探究竟 你到哪一个社区都可以去 去跟他们的社区做一个活动 你可以看到他们农村的文化 看农村的美 农村的古老的建筑物 就在这个APP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除了交通资讯之外 还有导览地图 甚至可以看到网友的推荐景点 就算到了网络收讯品质不好的地方 也能够离线使用 但这个创意居然是来自水宝局的 土石流防灾程式 一年六月的时候 我将这个土石流防灾资讯的系统部分 我们用APP来报导出来完以后 这种广播出去 非常的流行以后 我看到把这个构想的 放在什么农村家政里面 选定新竹北浦南浦社区 香化大村的平和社区 台南后壁的吴米勒社区 以及台东路野的永安社区 等四个农村再生社区先行事办 未来也将在陆续加入更多地点 带着民众游山玩水 春天新闻台北众号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